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8號星期三 股市又在進一步創了這個月的高位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找到寒森指數先高開19點到26434點 當然往後一直在油皮當中 曾經一度低見26344點 等於說相對昨天收市來說 指數是輕輕的回調了71點 可是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只要恒生指數一天還是走在10天線以上的話 等於說整個股市基本上是在高台整股等變的 往後有一點點的資金在做一個佈取 所以變成來說指數在日中 曾經一度是高見26618點 到目前大概是3.20分左右水平 指數還是走在這個波幅裡面 當然26618點也創了這個月的高位 相對這個月的低位是24232點算起來 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有2386點 說真的這個波幅一點都不少的了 問題就是現在指數還是走在所有的平均移動線之上 等於說它還是有機會也有條件 進一步往下條件 今年7月7號的高位 26782點的 當然從上個星期四開始的 大時的成交一直只有一點一點的減少 所以這方面好像還是有一點不太足夠的 可是基本上只有痕跡還是走在10天線以上的話 問題不大的 10天線現在大概在26157點 相對現在的指數大概在26400到26500點左右水平的話 暫時還是安全的 可是大家也要留意 要是說指數往後一旦出現一點點的反復而碰到10天線的話 那等於說整個股市在高台的漲顧消化那個幅度會比較明顯的 這個也很正常 但當時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有2386點了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今天20天線終於突破了250天線 那等於說現在的指數 10天線跟20天線都是走在250天線以上 這個情況我覺得應該這樣子看 從那個9月25號的低位23124點開啟的回升 不是一般的反彈 也可能不是一個中期的反彈 而是一個中期的升浪 因為耶穌說指數能夠維持在一個上升的走勢 但是時間比較長 才會把10天20天線一直拉上去的話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要是說在高台是有一點點的反復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只要一天橫子還是維持在10天線以上 等於說整個不斷往上走的 往上尋找高位的走勢是不會改變的 還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10月份是一個上升的月份 橫子在10月份從那個5號的低位23674點 上升到23號的高位24970點 到10月份暫時來說還是一個先低後高的走勢 要是說10月份這個先低後高維持不變 這個很大機會是不變的 那等於說10月份是上升的 10月份也是上升的 那等於說股市已經開始出現兩個月的上升 這個從那個今年年初到現在 從沒出現過就是第一次出現 那等於說整個股市不是一般的反彈 所以從移動線方面去看 從整個股市的那個走勢來看 我們都覺得股市的這個上升的那個走勢 最終是會發展成為一個終極的新的聲納 不過當然有一個條件一定不會改變的 就是橫子一定要穩守下10天線以上 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留意 好了 今天下午的分析就說到這裡